呛呛三人行 这个小田老采访领导人 也越来越有这个领导人的身材 准备领导采访 对对对 这个我今天找你来啊 倒不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 而是跟你这个过往的 不堪回首的一些往事有关系 不是因为小田在国外度过长期的 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生活 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挺惨的 一个案子文道 可能也听说亚利桑那州 一个中国女孩子 叫什么岳吧 我记得叫江岳 才19岁 你看这个照片 你说招谁惹谁了 他开这个车到一个红灯的路口停下 后边有一大妈 一美国大妈 32岁吧 不能叫大妈了 就这人 你看这模样 光机追尾了 就追尾了 追尾了之后呢 这个江岳旁边他男友 男友我现在了解到是 男友其实看见枪了 男友下车 想看看车的损伤情况 但是就看见这大妈 手里拿着枪过来 然后他男友赶快回去 让这个江岳 就咱们快走 这就是 结果这大妈就已经下车 走到他驾驶位这边 砰 就开枪 最后送到医院 伤重不治身亡 而且就说 你说这女的 她是疯子还是什么呀 就请吃药了 警方说抓她的时候 用的那个词叫什么呢 就说这个大妈的这反应 有想让警方击毙她的那种意思 最后承认用了这个什么一种麻醉品呢 对 然后现在被控一击谋杀 什么使用什么武器等等 这些罪名 所以其实问题就是 但这个事 怎么讲呢 其实美国差不多每个月 都要发生一次 这种 比如说一个人拿着枪 然后莫名其妙开枪这样的事 所以奥巴马不是说要绕过国会 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做枪戒管制 这从来就是美国一个 头号社会问题之一 然后这会很不巧的 被我们一个中国留学生碰上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挺惨的 我觉得 我看那个照片 我当时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担心 就是最后会不会又给他来一个 说是什么 他这个神经病啊什么的 然后最后就不给他判刑了 那这样的话会很不公平的 但是美国是挺怪啊 你像我有一些朋友的小孩 在美国上学啊 包括长期在美国居住的一些朋友 按说就这个新闻上看起来 你觉得这国家还能待吗 但是呢 他们跟我说 都是说 哎你不会碰到那种事的 美国很安全 你不会有什么不安全的感觉 这是你你也你也你也常去 你觉得呢 我去的话 你说一个一半将接近人手一枪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 但是他们真的长期在那住的人 却会跟我说说没有什么不安全 他百分比嘛对不对 你三亿人口 你要是天天你不可能把全国人民毙了一半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零和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你遇到这种倒霉事情以前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当你遇到了的话那就是一个地狱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 对而且有时候枪这个问题啊 坦白讲还跟文化是真的是有关的 很多人说美国的枪戒问题是 很快 中国的角度很快联想到的就是说枪式泛滥 为什么枪式泛滥 是因为你能够合法的自由的去买卖枪戒嘛 但是这个讲法其实不太成立 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国家 枪戒也都是自由拥有的 也不见得都像美国有那么多的枪戒案 你认为阿富汗吗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凶杀案啊 你如果我们撇开那种这样的恐怖袭击 无论的话 平常日常生活中使用枪戒的凶杀案的数字 不一定是太高的 那么然后我们再说回 像比如说一些先进地区 你像瑞士 瑞士的人均勇枪率比美国高 家家都有 而且是半自动武器 好像我的理解就是瑞士之所以 他的人均的勇枪量比较高 是因为他有这个因义制 所以说基本上每个人就是成年男子都有枪 都有枪 但是问题是你没见到他们拿那个枪 出外去抢劫 他们当然也有枪杀案 主要是用来自杀 不是用来杀案 你觉得还有这个 我记得前几年你就是出过那个新闻吗 在土耳其 他们甚至就有那样的传统 婚礼上 就从天开枪吧 来进去 然后拿这个AK47在婚礼上 结果这个枪有后坐立 打倒一拉片 有这个习惯 那个枪就就冲天上打 在利比亚什么的 包括在蓄里 就看见我就吓傻了 就这个人在干吗 这个他们在玩 这个就有这样 就是在婚礼上 然后只把他们在这种大的party上 就等于是他们在放里花 对 等于像女人弹蛇那种庆祝法一样 真的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你要说这文化 我还想给你看一段片 这个片我可不是影射 大家不要发生联想 因为咱们被打死的女学生 人家纯粹是冤枉 招谁惹谁了 但是在网上有这么一段片 就是说有一些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开那种跑车 豪车 这是引起了我一个联想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This is my car Oh I know Very very nice How much is this car? Brand new Like $217,000 I have a three Ferrari This is my new name Why did you pick this car? I just studied in California And this car's name is California Very romant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There are 235,000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ttending American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ome are children of the wealthy elite who hold private meetups where they can discreetly font their love of status symbols. When I went to Pasadena to Pasadena, I went to Pasadena to Pasadena. I went to Pasadena to Pasadena to Pasadena. Why do you want to cut this edge? Because it's beautiful. Did you have such a car in England? No, it's not possible. I didn't have a long time in England. The most common transport tool is a car. For me, I like the transportation method. It's not possible. Because the air is really good. And the air is really good. And the air is really good. And the air is really enjoying it.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t. I'm happy to watch this episode before you say that you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If not, I think I'm pretty comfortable. It's not a bad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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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is movie will allow me to realize that I was in England when I met other people who were younger. They weren't in my school. They were not in my school. They used to go to my school. and they used to go again and have fun. They used to watch my sons. They used to go to me and take me going and take me to go. They used to go to me and take me Josh to my friends. So I just sat in the car. And I was so sorry to have fun. Because it was a little too bizarre. It's like in the UK government city. 然后那些车然后他们可能也改装过的 然后声音又特别的响 我就觉得有必要这个样子吧 但是呢就是我的那个朋友 就他当时也比我小个四五岁吧 那种小男孩就跟我讲 我就问他了 我说那你这车就是你家里 买车在家里给你钱啊 他们不说什么吗 他不说啊 他说我爸爸鼓励我买的 我说为什么还会鼓励你呢 他说我爸爸跟我说 吃你在国外的时候 好好享受这些豪车 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享受到 而且等你回到中国的话 这些车会很贵的 你在那里买车相当于是赚钱 他有这拿这种车 觉得能泡妞的意思吗 那就没有问过他了 我问你 我有一个问题 我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女孩子 看见男孩子开跑车 他激动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样的女孩子 就还真能吊上 因为你知道前一阵流行 一个很广的视频 我看了也不是说我看 大家觉得这就是大块人心事 就是说不知道在哪个城市 就开着这种什么跑车 然后就去调一个女孩子 一个北京妞 我觉得那北京妞有志气 这北京妞就不搭理他 然后这小孩子后边 还跟着一辆车就拍 然后就一就搭讪 姑娘那美女又请你吃饭 就一直跟 一直跟 女的说不要跟 我们不要跟 我不理他 一直往前走 那小孩就一直开着车 就跟跟跟 最后这北京妞 光就一脚踹在车门上滚 然后呢 这时候 这孩子光光下来 你干嘛撤我车 你陪我车 你说这个土鳖像 就露 说你你你你你踹我的车 这女的说你刚才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她说我就是请你吃饭 你不愿意上来 你为什么要踢我车呀 然后就怎么怎么 那最后说那报警吗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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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报警 你说这个 你说就是我就觉得这种三 这是个社会实业吧 因为我记得去年美国也有这么一个 时间就两个人开着一个人开着两种不同的车 在路上兜搭女孩子 他开个一个普通的二手这种这种这种烂车的时候 没人理他 他换了一个跑车之后满街女孩十有八九都愿意上他的车 我真是就是有点不太能理解这种现象 就是说你知道吗小条 如果说我车库里 如果说我车库里有一辆顶级的什么法拉利什么的 我约跟你约会 我到你宿舍去接你 你知道我我会不好意思开我这个跑车的 因为太丢脸了 因为你知道你要真的开法拉利来的话 我一定会问你哪来的钱 这个咱们先去下广告再说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说这个开车豪车是不是 比如有些顶级跑车 就小田刚刚讲隐形开起来 声音很大那种车 它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效果 你说是不是让人家瞧得起你 还是你刚才 对还是你刚才说的 你会觉得丢人 这还真的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 有一些就算是国外来讲 有一些地方有些城市有些镇 他真的住了很多有钱人 而那些地方我去 比如说我以前我们家自己在加州住的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有钱人多 我们也不是有钱人去 但是我们去那边很多 我看到他那个地方呢 就很多心腹阶层 那那些地方的人呢 很多年轻人就真的是开这样的车 天天就进 那是个小镇 但整个小镇都有钱 所以人人都开这样的车 你不开这样的车 你觉得很丢脸 可是很奇怪 我又去过一些也是小镇 也是极端有钱 结果没想到满街都是一些 也不能叫烂车 但是就是最普通的 很大众化的品牌的车 那后来我当地一个朋友跟我说 那是因为当地的居民 人人身家几个亿 甚至几十亿几百亿 所以那个地方的会觉得 大家谁谁都这样 你开这车干嘛 是是是 何必呢 就开车就是开个车嘛 他们反而会这样子想了 就是所以你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化 甚至你有钱过几代 都影响到 你对这个钱该怎么用的看法 就是你知道我也有一个 我倒是不是说从钱多钱少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 我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你真的是个创意 让我这女孩惊喜啊 我甚至就能说 比如说就像电影里 如果电影里拍过的一个 求爱的词啊 求爱的招 大家都熟知的 你再来我就会笑场了 我瞧不起你了嘛 就比如说 所以我有时候很难理解 这女孩怎么会喜欢重复呢 比如说开一辆好的跑车 哎呦你就真的能坐上去 我曾经问一个女孩 我说女孩是不是到校门口啊 就好多这种富二代 开着跑车 真能把女孩接上车呀 他说我不会 但是你一般女孩都这么说 他说我不会 他说可是女孩 确实很多女孩 一看这个就是跟着上车呀 就能调走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呀 就你来问我 我觉得真的可能是 就是问的不对 这对象不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女孩 对这个车的感觉 和男孩对车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 对我来说 我可以 现在我可以讲啊 陶哥 我到现在没有开过一辆新车 我都是买二手车的 而且对我来讲 买新车没道理啊 你那反正你旧车开着才舒服嘛 但是呢 不一样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要去一些场合 有的人就说 你要不然去租一套衣服 我说衣服怎么能穿租的呢 对不对 衣服一定要穿自己的 所以说就是你的这种 消费的倾向会不同 然后那个东西对你来说 它的价值意义 和它的这种 象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点感觉是 跟英国贵族交往过的 没有 天哪 怎么会 不是 但是呢 我就说 其实如果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能力 和这样的 怎么样讲 他的这种财力吧 去有机会去享受 这样比较好的车 我觉得作为旁观者 其实没有必要去 去审视他们 这个没关系 但是呢 前提是 一定是他自己的能力 那比如说 我觉得扎克伯格 他要是自己开一辆豪车的话 不会有人去审视他 但是相反 人家没有 就开一辆非常非常普通的 好像还是日系的什么车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是真的是 富二代 富三代 然后呢 甚至是在自己的父母的鼓励下 去开这种豪车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 作为旁观者 有对他 有审视的话 反过来 你不要去审视这个 审视他的人 因为人家是有道理 有这种想法的 因为这个可能呢 多少是和我们的这种主流的 我们在这种 可能是传统的教育 或者文化熏陶下的 所形成的那种意识 是相对的 因为我 因为我也是个土鳖了 就是说 所以可能世界上 有些地方 他有这个汽车文化 或者游艇文化 对 我就冲阳没外 我老觉得外国人干什么 我都觉得自然 中国人干什么 我怎么都觉得 我反而觉得很奇怪 就刚才小田讲那个情况 就讲那个富二代 在欧洲开那样的好车 是为父亲鼓励 这种情况我大概了解的 因为我是后来接触 我很惊讶 为什么 因为坦白讲 我在香港 台湾这些地方长大 或者我看到了 香港台湾 或者其他地区的 一些人 怎么对待 自己的子女留学这件事 或者年轻人 该怎么样表现这件事 我后来才发现 跟中国有相当大的不同 当然中国不是所有人 都像你刚才讲那个情况 但刚才小田讲 那个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案 我也遇见过真有这种 就是那种父母亲在国内 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苦惯了 现在该让孩子过好的 要有好生活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所以子女出去留学呢 她会觉得你不要住宿舍 或者不要打工 打什么工啊 然后给她很好的一个住宅 然后很好的车 生活照顾的非常好 基本上在伦敦都能过上富豪生活 那个样子 可是我为什么觉得 跟我小时候所知道的 那个情况分别非常大 因为我记得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或者我认识一些 我们出去小时候背包 出去旅行的时候 很多人你遇见的背包客 你后来发现他很有钱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一些地方睡火车站 太穷 住店都很贵 反正就睡七小时 在火车站躺下就算了 一帮手背包客流浪 然后一间聊起来 那时候还没电邮 我都还是写信 后来发现妈这小子 说哪天到我那来玩 家里头是几亩庄园 有野鹿进去 他爸爸出去打猎了 说晚一点回来 是那种人 但是他们那个文化就是 他觉得年轻人 你将来 这个财产也是你的 你会过这么有钱的生活 你为什么不趁年轻的时候 穷一回 是反过来 或者不趁年轻的时候 像别有所的年轻人去闯荡过 你比如说我 我遇见过一个这么一个 瑞士某个大的财团 一个集团 一个富三代了 他现在是一个整个财团主席 那就很厉害 那他跟我聊天 他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 到泰国去旅行 他骑个摩托车 然后穿箱越岭的 然后又怎么样出车祸 然后当地人又怎么照顾他 怎么什么 然后他也是浑身破破烂烂的 就这么去 他要不讲 当地人哪知道 这个人背后家里面是几百亿的身家 而且你看我也有一个富二代的一个孩子 他儿子在伦敦上学 我觉得这个你看 他被英国大学叫一圈之后 他爸就是个亿万富豪 对吧 就非常在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好 但是你知道 他昨天跟我气势汹汹的 也不是叫慷慨激昂的 再跟我叫他儿子 再跟我讲什么 他说 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说怎么了 他说这是中国出来的数字 三分之一的这个财富 集中在百分之一的家庭手里 就是中国最近出来一个统计数字 三分之一国家的财富 集中在百分之一的手里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呢 我现在讲 他不是集中在你家里吗 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 恩格斯都是资产阶级对不对 对他关心的是 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少是这种人 就是说他就有点 我就说外国大学教育出来这种孩子 他是说 我这个寒假 我说你要去干什么 他说我要去保加利亚 做义工 怎么就是小型夜宿 就这种 我觉得他说你讲的这个 我就想起来 我就最近就是前两个星期 我到一个德国的外交官家里去做客 他呢就是在圣诞前后吧 就请我们去做客 因为他的全家 家里人都来了 然后就有机会见到他的家里人 因为之前有见过他的太太 他太太呢是一个亚洲人 她是德国人 他太太是非常非常朴实善良的那种 亚洲的一个女性 然后呢就一直跟着他 反正就是那种绝对的相夫教子型的 然后呢那次去他家里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 他有一个可能十八九岁吧 刚刚成年的女儿 我进去的时候真的就惊艳了 你知道吗 好漂亮啊真的 然后个子特别高 然后真的就是吸取了他爸爸妈妈的那种优点 而且呢在家里啊 他们家都是木地板 因为他妈妈是很朴实的 就穿着那种平底鞋 他穿着那么高的高跟鞋 穿着顽底服 然后我就是我都穿的已经算是比较正式的 到他家里去做客 拿着红酒 我自己都觉得哎呀好像挺惭愧的 就是自己有一点underdress那种 然后呢就开始坐下聊天 然后就了解到他的女儿呢 有很好的这种留学的经历 甚至他好像是中学的时候 是和金正恩的一个侄子 是在同一个学校 就是那个意思啊 就是一直是接受很好 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去接受那些教育 然后甚至还去什么 博西米亚呀 一些反正那种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国际学校去学习 那现在呢就是马上要开始上大学了 在上大学以前呢 他就take a gap year 他就要开始去实习 然后再去选择他的专业 他说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想学医 而且呢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现在的实习是什么呢 他说他是在一个临终医院 去专门照顾那些 要走的那些病人 然后我说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他说我觉得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我很有用 他们都需要我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他以后也希望从事这方面的训练 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 这是不同的教育才会让他有不同的这种追求和价值观 是所以就说这个富二代啊 他也是人跟人不一样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作为这个泡妞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的这个老色鬼啊 当然我还沉浸在理论研究当中啊 所以我要请教小田 我前两天呢 我早就买了底液 但一直没时间看 我终于看了这个五十度灰 就是那个那个挺 卖的挺好的那个片子 你说我看这个片子啊 我就觉得就说女人要的浪漫 挺有意思 那就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外国人有点这种土鳖范儿出来了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电影里有个模式引起我的兴趣 就是说啊 这个女的一对这个男的不满意 这个男的就带这个女的坐飞机 第一开始把这个女的调到手来 就是哎 我我我我当然我是女的 我也能理解 这很浪漫哈 突然间有一个还挺帅的人 今天晚上跟我出戏一下 哇 这两个人升着飞机起来 当然我可能就很容易跟他头怀送抱了 对吧 但是要不说我这个人就喜欢创意 我觉得你老弄这个就俗了 所以现在这个五十度灰这个电影啊 这个泡妞的这一招啊 我就认为有品位的女的要是男的再给你使这招 你还瘦弱的话 是不是你也就有点让我觉得有点俗 就是你们这电影就我看第一个穿去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个鬼帽国色天香的女的 我真的瞧不上这种男的 就是说哎 或者我很想问问这女的啊 这一男的带你上天 你就被他跑到了吗 就这 然后第二次这女的对这男的好像有点不满意 这个男的收服他的招呢 是又做了另一架滑翔机 咱们再上一回天 一上一回天 这个女的啊 醉了醉了 下去之后这男的要性虐啊 要干嘛 什么要求都答应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子飞鱼的一个问题 你没有办法知道的 而且我觉得 对我问你 要是一个一个男的还不错 对吧 他给你来一个这个节目 你会就爱上他吗 你会就觉得他行吗 我觉得啊 其实一个女性的话 对自己的感情的这种忠实程度啊 可能真的是大于很多人的想象的 就是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好感 其实可能就是在交往的前前几分钟 他就知道了 那如果说看对眼了 那就是坐飞机 坐坦克 坐什么都是好的呀 那其实那就是一个桥段 那么作为女性来说 你在里面 你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 你扮演好你的角色 你自己去配合 去享受就OK了 但是你要是看他不顺眼的话 不管他做什么努力 那都是没用的 你看这电影里一开始 这男的就说我要玩SM 这女的不是玩这个的 对吧 然后这男的 叫我的解读 就是坐了圈飞机 上天转了一圈 真记得是 行了 弄两下吧 然后弄了女的又不开心了 又不想玩了 这男的又换了一个滑翔机 咱们再来一回 这女的又醉了 又给这男的打一顿 好家伙 第三次没坐飞机 俩人就分手了 你觉得电影好看吗 电影好看 好看 那不就行了吗 他计算准确 但是要就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说 你有飞机的这种帅哥 再弄这个 要是我是女的 真觉得有点俗气了 这是一种 浪漫的俗气吗 本来就是个俗气的书 对不对 但是女的 本来就是个很熟的 我的问题就是 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个 它就是一个 那种 它是带有噱头的 带着性虐待 这个一个噱头的 SM噱头的 一个 女性浪漫幻想小说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 是它主要读者 都是女孩子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这表示所有女孩子 第一都其实心里 很想SM 或者很想搭飞机 比如说男孩子 喜欢看战争电影 那是不是表示 男的因此都很好赞呢 两回事 恰恰是因为 现实生活之中 你觉得这一面 是不对的 不被允许的 或者你不会去 接触的东西 你要把那种 但是在看那个电影 看那个小说的过程中 可以带入另一种人生 去体验一个快感 文道兄喜欢看 哪一类的电影 我也喜欢SM 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像这种 女孩为什么爱看 这样的小说 是因为比如说看什么 一个富二代 白马王子来炮你 那并不能说 原来女孩都这样 都这么拜金 不是的 恰恰是因为 她平常不会这样 所以她才要看 这样的小说 或者是没有机会这样 我不知道 真的就是男的来这招 就能把你给吊上吗 老师坐飞机 可能有点无聊 坐坐船也不错 还有空都下了 才行是吗 这样的小说 英国贵族